好,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這是我第一次用這個方式跟各位說明 也就是說其實如果說你幫老師在做 所謂摩克斯也好 或者是就是我們的遠距教學 那一定會需要多準備很多東西 可是如果你是需要跟教法中心 或是甚至在細辦也好 要弄的很多設備 是不是就很麻煩 現在有聽過網紅嗎 你們應該沒有那麼純潔吧 這個字沒聽過嗎 網紅啊 網路現在不是有很多直播嗎 對不對 這個OBS是直播軟體 可是它不是只能用在直播 你用在錄製教材也很好用 我現在就先做一個給你看 事實上當然你要錄最好是雙螢幕是比較好 那我先從這邊 你可以自己選擇就是你要的 比如說我的背景 可以是影片圖片或是電腦桌面都可以 比如說如果我是先抓我電腦的螢幕 來我先抓一個 現在就是我的桌面了 好有沒有 還是我不要用這個 我用一張那個好了 這樣你比較不會覺得看起來都是 找張圖片好了 選擇一張圖片 哇沒有 這裡應該有吧 好我們就在這個背景之下 那當然你要多大你可以自己決定 對不對 好這樣有了 那我現場呢有兩支攝影機 一支我做有去背的 一支做沒去背的 OK 來我們看一下 一支呢我從這個視訊擷取 所以其實各位你如果要幫老師做這件事情 事實上你只要找找好比較好的攝影機就好 這個我待會我做去背的 好所以我請看確定 這裡 抱歉 因為我現在錄影在用 所以我這一段我先停一下 錄影的我先停一下 好這樣子呢 你看我就有一個 當然大小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 OK 那麼我再把一個抓進來 這個是沒有廣角的攝影機 我現在這個是有廣角的 那這個是沒有廣角的 這個攝影機 這裡 這樣有看到齁 在這邊 把他拉過來一點 有沒有覺得這個我人比較大隻一點 那平常呢各位你如果說你想要怎麼樣 就是做去背的話 我們一般會怎麼做 要去攝影棚 對不對 攝影棚 但是其實真的不用 我可以徵求一下兩位高人一等的同學嗎 你們都不承認自己高人一等 你的學歷已經到碩士了 有沒有身高 身高OK的 沒有喔 沒有關係 我現場有這個 你只要比我高就好 超過170都是比我高的好嗎 我們的條件沒有很嚴苛 女生也可以啦 有沒有人要借我一下 你們不能這樣吧 都不救老師一下 快啦 快快快 揭穆 你要跟我演出的跟我靠近 你們兩位要做幕後人員的 就不要露臉喔 好嗎 給你 請繞來前面 讓他們兩個為我們ält SChi 拉屏 攝影棚在這邊 啊這個拉屏 欸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必須要視訊的部分必須要滿版的 所以呢 不夠高 我這個把它調低一點點 我這個調低一點點 這樣 哇 還不夠 再低一點點 好好好 可以再高一點點嗎 有累了嗎 知道為什麼要高人一點了嗎 還差一點點 我把 沒關係我鏡頭拉下來一點 這樣可以 那可以開始變魔術了嗎 可以齁 來這裡 欸 你們的高度這裡有掉下來 對對對 因為還差一點 上面這裡差一點點 可以再高一點點嗎 我鏡頭下來就好了 這樣 那我們只能這樣看那裡 好嗎 來 你看 我們來變個魔術吧 針對這個齁 我可以加上濾鏡 在這邊 這一個 有一個叫 應該是色度鍵的樣子 還是色彩鍵 我忘記了 好 那我們就這個綠色的對不對 相似性我把它拉高一點 然後呢 平滑度 然後呢 平滑度 好 溢出 各位 你看一下 左手邊 我們兩個已經在 森林裡面玩了嗎 我現在確定一下 這樣我們可以玩 講悄悄話嗎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在教室裡面了 不要理他們 我們出去玩就好了 請問 老師準備這個墓 比較簡單 花幾百塊 還是你比較喜歡去買那幾萬塊的 學校花這個 虛擬攝盆 你知道都要上百萬的呢 哈哈哈哈 把後面四個鈴去掉 用這個就好了 這個就可以直接錄下來 我錄給你看 開始錄囉 有沒有 這是串流 如果你真的要網路直播的話 你可以自己直播 我不方便直播 哈哈哈哈 來 我就直接錄影 他現在就開始幫我們錄囉 你可以站進來一點 因為我現在這個鏡頭 這個 我用的這個是沒有廣角的 所以說會像這樣 喔 比較辛苦一點點 要蹲低嘛 哈哈 欸有沒有人要進來亂錄的 有嗎 有同學喜歡進來 一起在大治療裡面遨遊嗎 哈哈 有沒有 哈哈 所以你會發現說 現在的軟體有沒有 越來越方便 所以其實你要做這件事真的不難 儒雅我們下次就這樣上課就好了 好 所以如果老師是錄摩克師 有沒有需要那麼辛苦 真的不用那麼辛苦 因為你在 老師在自己最熟悉的 教室也好 或辦公室 他就這個弄好就好了 啊你手的聲音 我換他快不行了 欸有沒有同學 來啦 男生來幫忙一下好了 前面這位男生 來幫忙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比較重 這個比較重 所以要請他幫忙 你如果願意的話 你可以先放下來一點點沒關係 你先放下來 你把它放下來一點 糟糕 我們這裡有沒有曝光了 哈哈 你了解意思了齁 所以他很單純 就是透過什麼 就是透過Key 這個跟我們一般標準的影像 就剪接軟體是一樣的道理 只不過現在是即時的 以前這種東西是要比較高等級的這些硬體設備即時運算 現在不用這樣就可以做到了 這樣好玩嗎 你都被切掉了 哈哈哈哈 事實上如果你雙螢幕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它有所謂工作室模式 也就是說 我左右邊可以準備不一樣的畫面 所以 同學要做的就是 老師說 欸 換 他就給你PASS 有沒有 給你PASS一下 你就知道說 我換另外一個場景給他 我們現在進到哪裡 因為你可以自己切換 有點像你是導播啦 有點像你是導播 那我現在錄好了 我把它停一下喔 你看 停止錄製 我來找到這邊 你看 顯示錄影 我去找到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錄好了 點兩下 我們兩個就不用再裝了 那個已經錄好了 哈哈哈哈 你用這個 用這個都可以啦 那當然你如果要串流出去 就這樣就撥出去啦 應該剛剛那個 如果你有串流的話 就可以直接撥出去 有沒有生意也進來 這樣 用多少 蛤 我們是在那裡 要買東西嗎 一萬 便 哈哈哈哈 五千 便 哈哈哈哈 有沒有了解那感覺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 欸 我們這樣子 其實如果老師 同學你要幫老師 就是做錄影 你後面你要換成什麼場景 隨便你啊 對不對 這樣自己拍 實際上不會花太多時間 你不要忘記 老師要的 不是說他演得多好 你不要把老師當演員 好不好 老師是要教學用的 錄這個是不得已的 只是為了方便大家看 因為大家都偷懶 想說上課不要來最好 有沒有 蒙克斯反正不用來嘛 哈哈哈哈 起床就到了 阿不想看就下課了 對不對 這樣有了解了嗎 可以啦齁 所以我就簡單demo一下而已 這個是以後下學期才會教的 謝謝兩位